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上週六在社交網站 搶集披露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封面顏色 原來是紫色封面 配以紅色特區區輝加黃色和白色字體 都未算很浮誇 為何這樣說 回顧1997年以來的18份預算案演詞 就知道為何 當年貪爭前特首曾任權著時 擔任財政司司長時的用色和封面設計 都算是最浮誇 以他在過渡期發表的1997至1998年度預算案為例 以米色為主色 主題是持行儲變平穩發展 去到1998至1999年 貪爭可能預知經歷金融風暴之後 港府會出現財赤 預算案主色就改為祖紅色 主題是利文紙困自強不適 而歇體真些 他似乎都挺喜歡祖紅色的 吃飯又穿祖紅色衣服 坐遊艇攤世界又穿祖紅色衣服 到2000至01年 預算案封面的主色就是淺藍色 這顏色也成為曾任權日後競選特首時的用色 01至02年度的預算案 更加以漸變的金黃色為主色 再以燙金字體印上秉耀執本 償勤精進浮誇到飛起 反映他毫無憂慮意識 未有為香港和港府即將面對的 經濟財政困境做好準備 Owing 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 Sa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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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